老爷慢点 老哥别急 我公公夫人 竟然偷情 公公爷 是夫人勾引我的 公公爷 没人 把他给我绑起来 只要今日 他与你通奸的罪眠做食 我保你一家荣华富贵 已经有人给他下了药 你放心去便是 公公爷 是夫人 是夫人勾引我的我 是真的 你相信我 求求你了公公爷 饶了我吧 将此乱奋打死 脱去胃狗 公公爷 你 你 你信他如此没带我 爹爹我要跟娘亲睡 爹爹娘亲我也玩游戏 爹 爹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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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小路 娘 上伙好姐姐 娘 金不顾 十言不顾 来人 把这两个爷主拉开 不要 不要 大人 这身是冤枉的 捉奸在床 你还想狡辩 说 有何缘 先生虽然心悲不读 死了国公父亲 但孩子是无辜的 两个孩子是您的亲骨肉 也是郑国将军父的亲外孙 老爷 你们却不嫌怒他们呀 老爷 好一个形势不断 好一个郑国将军府啊 姐姐 你母家郑国将军府虽大 可也容不下你这红杏出强之人吧 更且郑国将军府已倒 你好 你还在提及 难道是想威胁国公爷 忍下你的配音看不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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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做恶忙了 还是以前那件事 嗯 试试 为你外祖和母亲放冲 不是只有进攻这一条路 云一娘的女儿 一双 已经在你 残暴了 你的身体 师兄 不必再说 不必再说 我心已决 当日娘亲被人冤枉致死 我和小五也背上了野种的骂名 遭到追杀后 小五为了保护我 至今下落不明 除了报仇 我还要至高无上的权力 才能在复仇之后保护她 我必须尽 太后一旨 先皇登基 后卫空缺 谁若是第一个产下皇子 便能一步登天 成为皇后 不过 如今掌管后哥的双贼妃 眼里可是容伯的沙子 各位小主若是冲动行事 没入皇上的眼 反倒入了贵妃娘娘 那就自求多福吧 臣妃爱笑 那日在玉花园 笑得花枝乱长 连皇上都多看了梁胡 不知妹妹笑起来 是否也如臣妃这般好听 臣妃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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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妃 臣妃 臣妃这件身体不适 需要好生修养 快请娘娘 将臣妃的绿头牌拿下 以免 以免臣妃不适皇上不周 有病自然得调养 这点小事 本宫帮你 臣妃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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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臣妃没气息了 那就喂鱼吧 新人们已经进宫了 那个诗 诗贵人 听说选秀那日 皇上很是看重他 那就安排在历劫鱼宫中吧 历劫鱼陪伴皇上多年 想必定能好好教教诗贵人 小主好福气 永恩宫可是除严禧宫之外 离养心殿最劲的宫 里面是历劫鱼如味 还有一位李贵人 西偏殿 李贵人最近不久刚小查 小主 你就是这届的头筹秀女 诗贵人 长得也不怎么样吗 切身给二位姐姐请啊 望二位姐姐万福金安 听闻尸贵人 从偏远地区选送上来 路途遥远 一身寒气 历劫鱼娘娘 特意将这里看过小 你本宫的赏赐 臣妾不敢 只是在臣妾家乡有一种传言 一探万金 只有身份特别尊贵的人 才必享有火运 尊卑有意 臣妾不敢跟娘娘抢了火运 果然是乡下厨身 怀礼竟然这么多 不过 你是皇上钦丰的贵人 本宫也不好戴嘛 这是本宫赏给妹妹的见面礼 还望妹妹收下 谢谢姐姐 这么肃穿别致的衣裳 简直可是找了很久 才找到这一件 还望妹妹穿上 给本宫看看才好 是 就在这儿换 来人 把诗贵人的秀女服饰 给我脱掉 干什么 干什么 放开 你在干什么 好大的胆子 随贵人的赏赐 来人 绑去慎行司 让他好好学习学习规矩 娘娘息怒 臣妾这是为了救人 才不得已行此举 难不成 你是想说你为了救个公不成 贵人 天资聪颖 确实如此 粗布蚂蚁本没有什么 只是这白色 贵人 白色绵满 可是笑意 皇珊正值当年 太后也奉体康剑 姐姐送这笑衣 是想提前为皇上太后送丧 还是行巫蛊之术 诅咒皇上太后 姐姐敢送 妹妹也不敢穿啊 放肆 你敢污蔑本宫 这明明只是一件 普通的粗布蚂蚁 妹妹当然是明白姐姐的 所以我已经将她撕碎了 现在她就是一块碎麻布条 姐姐大可放心 好机灵 尽管在五眼平底下玩坏了 妹妹凌雅厉耻 在这件秀女中 位分也属头位 想必妹妹一定有过人之处 才会让皇上多看你呀 今日不属正好闻你 妹妹展示展示展示 嗯 走过去 雨越下越大 妹妹站在这雨中 真是尽力可人 无可不容 嗯 快点吧 本宫说是罚呢 他心里睡 韩芊 擅长音乐歌女啊 那快唱吧 何处传来如此悦耳之声 回陛下 似永恩公 去看看 白家 永恩公 歌声婉转动听 琵琶弹的也是绝妙 你是何人 回皇上 贵人僵使 丢宠小记 不敢单词夸赞 双贵妃乃宫中琵琶第一 你竟将她比得下去 又何不敢当 真情 真情不敢 传太医 借了 明清风第一日就敢狐媚豁主 你们两个废物 连个小小的贵人都制服不了 还让皇上忠意到了她 本宫要你们何用 既然她这么能干 本宫就来会会她 听闻你进宫第一日就挡了历劫余和李贵人的赏赐 好无疑风 本宫还听闻皇上连香惜玉 贵事情就给了你诸多赏 想必你那首琵琶 含得要比本宫好上徐音 本宫如何能不听 这琵琶 这琵琶是先皇赏给元太妃的念惜琵琶 因为念念不忘 实施怜惜之意 元太妃离宫之后 就将此琵琶 赏给了本宫 奖励本宫与皇上的年少祈祈 大大 双腿如此无力 日后如何伺候陛下 来人 方方是贵人 今日本宫就将此琵琶 借你弹奏一句 好让本宫也听听 取代本宫的第一琵琶的音律 到底是何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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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敢动快念戏琵琶琶 娘娘说嘴 中间啊 娘娘面前不可教授 皇上看中的人 脸被弄坏了怎么办 白人将他扶过来 让本宫好好瞧 和我受伤 是你 跟 若不是你寻人前来救我 我现在估计都还在甲山上 担心受怕 此乃信物 今日受你恩情 来日必还 冰糖葫芦 亮晶晶 傻子 把手上的东西给我 我 是冰糖葫芦 傻子 就知道冰糖葫芦 怎么不吃死你 我 就你也配做 国公府的女 也配拿皇子的鲜物 哼 哼 娘娘以为 臣妻是谁 臣妻是谁 娘娘以为 臣妻是谁 不可能 那傻子早就被烧死了 但就算不是 死人 也灵不可 施贵人言行无状 冲撞了本宫 将他 娘娘不好了 何事如此慌张 皇城之内 成何体统 比贵人深重齐毒 命悬一线 皇上命娘娘彻查 大人 贵人如何 这是皮肉上 在我大海 好好服药 不会留疤的 娘娘既然无碍 母菜先行告退了 刚刚是从延禧宫偷溜出来的 时间太久 恐怕被发现 今日多谢 何必呢 无碍 有你在 死不了 你若总钻戒双贵妃的陷阱 我总有救不了你的时候 那得感谢老谷主 救下那么多苦命人的性命 也让我不至于孤身前行 放心吧 王喜在双贵妃身边 潜藏了多年 有她在 我丢不了性命的 罢了 你执意如此 路到此处也退无可退了 例如 李贵人中毒一事 双贵妃肯定会不得了 你有什么打算 我自有办法 皇上口语 传心贵人至永安空正殿 来了 臣妾参见皇上 娘娘 皇上娘娘 万福尽安 庞下这丫鬟 你可认识 回皇上 她是我宫中环里花草的丫鬟 银儿 她告发李贵人中毒 是因你所致 你有何话可说 我给李贵人下毒 皇上 没有的事 我跟李贵人也就见过几面 我怎么可能对她有残害之心 请皇上免缠 皇上 尸贵人入宫那日 李贵人曾有意刁难 或许 或许 施贵人因此生了怀恨之心吧 大概没有的事 皇上 李贵人是何时毒发 一个时辰前 一个时辰之前 我去了双鬼妃宫中听句话 你看 我曾刚刚回到宫府 没有下毒的时间 听个训话 怎么受这么重的伤 皇上 今日 妹妹在我宫中 打碎了花瓶 不小心摔倒 还请妹妹 原谅姐姐的 照顾不周之罪 起来吧 皇上 奴婢没有说谎 是贵人指使奴婢下毒的 所以自然没有实际行凶 奴婢这里 还有贵人给的毒药 贵人 这是你给奴婢的吧 是 皇上 贵人将此毒药给奴婢 要让奴婢将此毒药 下入李贵人的茶水之中 不过半炷香的时间 李贵人便突发 奴婢 奴婢实在是害怕 便向太医院的张太医询问 才得知 原来里面还有刺蛇草 是剧毒 我靠他的胆子 刚入宫第一天 就敢残害他人 陷害姐妹 若留你这种心胸塞爱之人 在后宫 那岂不是永无营制 来人 将其神仙妇人打入冷宫 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说贵妃这么着急发落我 是在掩盖什么吗 让他说 你 你胡来判斥什么 本宫身为贵妃 儿端犯错 本宫发落你有何不对 这正大光明的话 一个花草是你的诬陷 贵妃怎么就如此缺心 除非 你是想帮真正的凶手打掩护 大胆 你敢诬陷本宫 皇上 李贵人现在生死未卜 历劫于平日待人和善 臣妾 臣妾实在担心 皇上 这药确实是臣妾给的 但却不是为了毒害李贵人 你既承认药是你 还不认罪 你的意思是 你这药无毒 是 那便请施贵人全数 不认罪 请贵人禁饮 皇上 这药确实有毒 你既已认罪 但这也是治病的良药 何意 此事臣妾本不想说 但事已至此 我只好将事情全部吐出 监于恕罪 你什么意思 施贵人 此事你已攀扯两位嫔妃 倘若今天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朕 绝不轻饶 回皇上 刺蛇草确实有剧毒 但却有清百毒之名 普通人吃了会中毒身亡 但如果中毒的人吃了 就可以保住性命 你的意思是 李贵人中了其他人的毒 你在用毒药替李贵人解毒 正是如此 施贵人 模样长得娇羞 没想到 口才也了 如此诡辩 你当皇上与本宫是傻子不成 是不是诡辩 皇上召集太医询问几 强害匹妃 污蔑贵妃 还敢胡说八道 还敢拖延时间 太医 参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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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四邀里面摻了十足十的刺蛇草 是为巨毒 施贵人 朕念在你爹将有 为洞庭水在做出个巨大贡献的份上 今日已容易多此狡辩 但是现在 证据确凿 你是罪无可受的 皇上 关于这个刺蛇草的功效 臣太有些补充了 说 刺蛇草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巨毒 可它对于中毒者来说 那可是救命之药 因救命之功效 很少人用过 所以 非常少见 姜太医是太医院之手 事情比较多 可能忙忘了 老臣疏忽 此蛇草 确实有以毒公毒之效用 皇上 若真是臣妾下毒的话 李贵人现在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他早就已经毒发身亡了 但李贵人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可欠 真的不是臣妾下的毒啊 皇上 老过是非 无限救助而拖进去 乱棍打死了 皇上 皇上 皇上饶命啊 快飞娘娘 快飞娘娘救我 是 是李贵云 是李贵云 让奴婢 在李贵人的茶匙中放了红花 导致李贵人小产 事后有人以补品的名义 做了马齿线炖甲鱼送给李贵人 马齿线炖甲鱼 这两者同意食用的话 肯定会击口流血 甚至 穿肠破斗而死啊 不错 幸好奇事为了刺蛇草 以毒攻毒 不然 李贵人 绝无生路可活呀 李贵云 那日 你送甲鱼汤去测店的时候 臣妾路过不小心看见了 所以臣妾就自作主张 用了刺蛇草 一来 我是想救李贵人 二来我猜测 李贵云不知道 马齿线和甲鱼不能同时 所以我就自行想为贵云省去麻烦 但是我没有想到 杰鱼 杰鱼现在竟然要把仓石破到我的身上 李贵云 你还有何话可说 皇上 皇上 他 他无蔑臣妾 皇上 皇上臣妾冤枉 你娘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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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臣妾 臣妾可是按照娘娘娘你的指 本宫如此信你 你竟敢如此行尸 当真是枉费了本宫对你的怜惜之情 李贵云 枪害云妃 免为庶人 自能公自尽 好 用上好三汤调主信你 暂行征刑 皇上 皇上得命 至于尸贵人 你 遇智不乱 条理清晰 很是不错 既然现在永安宫无人主事 李贵人也生死未卜 即日起 你继位结余 入主永安宫 谢皇上 李贵人重礼一事 其他参与者 自行严惩 皇上 臣妾错了 皇上 臣妾领命 娘娘 娘娘救救我 娘娘 江丽劫 江无力送入冷宫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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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咱们来日方长 哼 时日很多 娘娘莫及 我也一败涂地 你是来专程 看我效果的吗 本宫 是听从圣旨 来请姐姐死的 什么东西 谁敢要我的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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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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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你爹害的家破人亡的 郑国将军服一说 江州统领 竟私自出兵阻拦爹爹军中粮草的运送 那断了粮草 爹爹如何打赢此账 夫人 不好了 老将军他 战死沙场了 怎么可能 我才刚收到断粮的消息 怎么可能这么快呢 夫人 这信 三个月前就被于宁扣下了 今早得到老将军战死的消息 再被送回来 夫人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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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送给姐姐的礼物 无限 我母下生家 都没了 江州吴统领通敌卖国 去知诸九族算什么 陛下奋不得将你们错顾扬灰 不可能 我天不可能 做出通敌叛国的事情 一定是有个无限 有人无限 是你 是你无限的 我一个小小的结语 何德何能陷害云城将军 你猜 此事谁最有能力办的 双贵妃 双贵妃 双贵妃要杀我 她还不肯救死吗 但是的太监 回话说 历劫于将皇上赐予的自尽物件 全部打翻 不肯赴死 捶死挣扎 她家能有今天 全靠本宫和外祖 可她爹竟然为了 区区侯爵之位 翻出当年截断粮草一事 威胁外祖 实在恬不知之 娘娘当心身子 不亦动弄 李贵人一事 差点将本宫供出 如此小人 实在留不得 你去跟小橙子说一声 皇上的旨意 是要他的命 至于是不是自尽 没人在 不可能 不可能 她做了那么多坏事 你都参与其中 你要是落到了皇上手里 将事情全部吐露出去 她这个贵妃 还怎么做 我爹爹为她外祖 劈干力胆 我为她做了那么多的事 双贵妃是拿我刀刀子是啊 吃鲸鱼在里面吗 那我再等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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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 啊 啊 那就与死亡破 啊 啊 啊 你既是僵尸的后人 你进口 一定是为了复仇 你帮我见皇上 我帮你 扳倒双贵妃 你这个买卖做的倒是很值 你去帮我的虚妙承诺 却妄想让我带你出了这冷宫 还保你 她的所有在性 只有我知道 你确定 反正你是要死的 我也没那么大能力带你出了这冷宫 不过 你只要将认罪书写下 自后 双贵妃倒台 会帮你去 刷你吴家乌鸣 你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执行双贵妃命令的太监就在外面 你若不可 我走便是 但是 若有朝一日她成了皇后 你吴家的乌鸣就再也洗不干净 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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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说话送话 搬到他 洗清我吴家 同敌叛国的罪名 我做鬼 会放过你 起来吧 他本是永恩公宫中主位 我入宫的时候 还送过我见面礼 我今天 就是来送他一程 耽误你办事了 公公莫要怪罪 娘娘心善 说什么耽误不耽误 结于客气 自己自我自尽 你们敢卫抗圣局 断我军粮 抢功尚费 吴家王 毕桃 选一块吧 奴婢不敢 你在样王谷办我多年 又是为了我 才特意入宫当职 你我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选吧 鱼图 当年将外祖作战 鱼图泄露给外人的许之山 后被双贵妃提拔成了力不上书 嗯 得好好想想 许贵人可是个缩头乌龟的性子 你找机会 把这个送到建院建议大夫圣如怀的手中 他自会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办 这叫吴云轩 是首相吴导 不怪你 毕竟镇国将军都去世这么多年了 当年那场大火 把将军府烧成了灰烬 他这里滴下 就算逃出去了 也没活了 眼过功夫 死也不承认傻子姑娘的存在 陛下 此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当年您看见那个小傻子 或许真是当时生病的会妃 是首相多言 继续找 陛下 建议大夫 舍如怀大人来了 谁 接领陛下 这是臣 从许大人府上 找到的月光石 月光石 一刻抵千金 宫中都只有两块 许之上一个力不上书 发作 月光石从何而来 臣尚未得知 但臣知道的是 这样的月光石 在许之山府上 你整整一箱 各色其真异保 各是塞满了整个地球 大胆 结语 此时盛大人 因已在告发 许之山贪污一事 皇上必定胜怒 我们此时过去 会不会不太好 此事许贵人知道吗 许贵人的家书 王昕已派人 加急护送入宫 主角都已经登场了 我这个大台子的 当然得去看看 皇上 此时一定有误会 求皇上 扰恕臣妾父亲一命 求皇上 扰恕臣妾父亲一命 姐姐 这里可是朝堂重地 姐姐在这儿哭诉 恐会 引得皇上不快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对我指手画脚 妹妹贱明 恐误了姐姐的尊儿 你与其在这儿哭诉 不如去奏奏人情 兴许皇上一时心软 就饶了姐姐穆家 时节鱼 皇上传诏 谢公公 公公 皇上还不肯召见我吗 贵人还是回去吧 皇上口欲 此事还要调查 暂不追究 许之山大人 若贵人继续求皇上 并会立刻将许家 满门流放 许之山 撤死 请 宋些什么 臣妾参见皇上 你急着赶来见臣 所为何事 回皇上 臣妾用老家的陆荣姑 熬一道汤 很是珍贵 特来献给皇上 希望皇上饮了此汤 福寿绵斩 陆荣还在这儿 陆荣姑最 皇上 皇上 赢罪 陆荣是从仙露的头上 身高所得 很是残忍 臣妾不敢献给皇上 朕从未想过 还有这一则含义 皇上 这陆荣姑虽然是野君 但也是臣妾母亲 新手采摘晒干 其营养价值 虽然比不上新鲜的 留在臣妾的眼里 却比陆荣还要珍贵 比不上新鲜的 为何不八百里加急 送起新鲜的过来呢 皇上 后宫规定 嫔妃不可与家里 有私自来往 偷偷的礼物往来 更是不准 所以 这个陆荣姑 是臣妾入宫前带的 以宽为臣妾 思乡之情 是啊 这后宫 断不可与朝堂往来 所有家书 都必须要上报存档 可是 为何朕才听完弹劾 许贵人就立马得知消息 赶来求寻了 好了 起来吧 过来伺候朕饼墨 是 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亮 哪里有冰糖葫芦 皇上 这块石头亮晶晶的 像臣妾儿时 最喜欢的冰糖葫芦 动不动就跪 你也不怕累着自个儿 皇上不是说要来用晚宴吗 怎么还不来 刚才小橙子前来传话 说许之山被弹劾 皇上大发雷霆 留了 留了什么 有恩公的那个剑蹄子 趁皇上心情不好 讨乖卖巧 在御书房试了一上午 皇上便留他御了扇 贱人 天天就会勾引皇上 娘娘息怒 世杰于入空已久 一直生病 从未识情 想着 也许是着急了 传话出去 中秋宫宴 务必让娘进宫 是啊 娘娘 娘娘 许贵人求见 轩 是 娘娘 往昔传来消息 说双贵妃 安排了云姨娘 中秋节入宫 那岂不是就是半夜之后 那我得好好给云姨一 准备份大礼 我娘娘开恩 救救臣妻父亲吧 许之山贪污受贿 本宫怎好插手 朝堂之事 娘娘 父亲府中的身体正义保 可都是为了娘娘 外祖云才是在存的呀 大胆 竟敢污蔑被公家人 臣妻师爷 都是臣妻父亲的错 叫娘娘开套往日恩情上 救救臣妻母家吧 知道就好 要救 也不是不可以 还请娘娘明示 皇上最终笑道 太后的话 皇上一定听 太后 太后只接受监狱 一场的嫔妃请爱 臣妻不过一个小小的贵人 连太后的面都见不着 如何才能让太后 为臣妻说情呢 在中秋之前 空中会举行祈愿之礼 到时候 你就把赐物送给太后 太后 定会感受到你的孝心 届时 本宫次会帮你求情 你已去在这哭求 不如去送送人情 些许皇上一时心软 就饶了姐姐母家 可怡 思乃上行 是怎么叫江左 福之地什么双妞 才得这么 我娘娘可是心疼贵人呢 谢谢娘娘 谢谢娘娘 不过 本宫有个条件 娘娘请说 只要能救陈妾父亲 不管何事 陈妾愿意赴糖大火 那个诗节语 本宫很不喜 娘娘不喜之人 却不会活在这个世上 此事 陈妾定给娘娘一个 满意的答案 娘娘 送陆荣会不会不太好 启示不太好 佛门清静之地 太后不喜杀生 她送申歌陆荣 这种血腥之物 是大不尽之子 竟敢胡说八道 将贪污的脏水 扑向外祖家 此人是留不得了 节语熬了这么久 才绣好的金帆 今日祈福送给太后 是非必然欢喜 双贵妃那边送什么了 听王喜说 好像送了个大珊瑚 听说那个珊瑚 通体红润 夜间还能发出微光 是是难得呢 双贵妃出身高贵 出手果然不凡 这 这怎么破了个洞 你看 你们都出去 是 这个怎么办呢 祈福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还别的也来不及了 哪来的学书 要是 要是在祈福典礼上被圣人看到 坐实了诅咒之罪 我们就要被 我们就要被诅咒诅咒的呀 世间云 祈福典礼就要开始了 太后召集后宫嫔妃即刻到场 怎么办 怎么办呀 毕头 你先去应付一会儿 我来想办法 祈福典礼 拥求祈福 一是祈求 国运昌隆 风调雨顺 二是祈愿皇帝 子嗣繁茂 延绵大夏之功 你们身为嫔妃 在后宫中不可善动 尽既贤良淑德 好好的 伺候皇帝 早日为大夏 诞下皇子 臣妾 请记忆太后意志 礼品上购 臣妾 臣妾托人寻德树月 得赤月珊瑚一株 珊瑚有灵 圣人必能改念 这珊瑚 通体同温如火 价值不菲 双贵妃果然大手笔啊 这种品相的珊瑚 不知道要用多少人 多少时间 去深海寻德 贵妾有心了 诗节鱼 该您了 诗节鱼 该您了 太后 臣妾 家世单薄 只有一片赤城南的助手 这片金帆 是臣妾亲手所绣 修功不佳 望圣人 不要嫌弃 如此大的几幅典礼 就拿几块破布 一片赤城 一只最珍贵之物 太后不知 这诗节鱼啊 为她的事情 就先得进风 可见呢 是个有手段 想必此次为伯太后欢心 这进风 并不是普通之物 或许 里面 藏有乾坤呢 太后 她就是一块普通的金帆而已 针脚 有些潦草 还请太后 不要介意 嗯 不爱 哎呀 那个金帆 怎么一片误会啊 拿给哀家看看 不可 太后 臣妾 修功不佳 红污了 太后的慧眼 这众人皆知 制作金帆呢 须得提前目的更衣 方可处 怎么可能会有污秽 这怕不是有什么污谷之术 想要冲撞神明 臣妾没有 把金帆打开 让哀家瞧瞧 不可太后 师节鱼 你如此惊慌 这里面该不会是真的有污谷之术吧 臣妾曾经听闻 在金帆里夹杂诅咒之言 在神像下放置七七此几天之后 取出烧成灰剂 颂 方可生效 师节鱼 已经如此大胆 鬼妃娘娘 这金帆还会细细查看 您下次结论为时过早 嬷嬷说的是 还请喇嘛 快快打开金帆 查看一遍 若是无事 那就还师节鱼亲吧 不可 太后 此金帆 这是陈妾诚心诚意所知 绝无无谷之术 即使如此 为何不敢打开 师节鱼竟如此大胆 善供破金帆 不止如此呢 娘娘 这金帆里呀 真藏了东西 真有无谷之术 一个刚入宫的结鱼 竟敢行诅咒之术 金帆雪书 真的是诅咒之术 师节鱼 你好大的胆子 师节鱼神殿诗德 晃行诅咒之言 来人 快将他脱去 慎行思严行拷打 这件没有 这太后免场 证据都在这里 还敢狡辩 还敢狡辩 还请嬷嬷 仔细看看里面的字 师节鱼 你还真是 不到关系 诅咒之言 怎可让太后观看呢 你是觉得 慎行思的处罚 太轻了吗 好孩子 制作金帆 已是一片成心 你又何必 用雪书祈福 岂不是伤了自己 医学之经帆 视为红锦 红金上贡 皆得所愿 贵人心怀慈悲 天下安定 臣妾余伴 只是想实现愿望 所以莽撞了 还请太后责罚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是红金 明明是 是什么 既然里面没有诅咒之术 你为何不让我们打开 分明就是你心里有鬼 太后明鉴 藏有红金的金帆 在上宫前就不可再打开 更不可 让心怀歹念的人 有所企图 所以臣妾才拼死保护 无碍 你一片成心 神明自会知晓 许贵人 你话如此之多 想必 你准备的贡礼 也别出心裁 就别浪费时间了 这一次办咋了 还有下一次 只要拿到石杰鱼的命 双贵妃定会帮我 许贵人 许贵人 臣妾托家人寻得拜年路 托献给太后 你 你竟敢如此陷害哀家 来人 还不快把这个毒服给我拉出去 打死 太后 太后 臣妾和错之友啊 千路乃万灵之主 你竟敢生歌陆荣 如此血腥之物献给太后 你还不知罪 太后 太后饶命啊 灰妃 灰妃能不能救我呀 灰妃 让母后说惊了 许家贪污 且与后宫私下往来 绝不可饶恕 所以儿子 将许家所有成年男子 全部斩首 成年女子 全部成为君妻 至于未成年的阴海 全部送入寒城妙冠 以全母后的慈悲之心 你安排了就好 这次祈福 双贵妃进些山 奢靡屋子 后宫众人 献得都是些俗物 只有永恩公 施结余 以血绣金帆 一片赤城 实在难得呀 后宫 也得要有这样的人才好 不骄不躁 真情实义 母后说的是 哀家知道 她还没有事情 无便在此次 这枚金钗 是哀家生你之时 先太后赏给我 今日 便把她赐给她 孩儿替石劫鱼 谢过太后 本宫让你盯着石劫鱼 你就是这么盯着她 让她发现了金帆的秘密不说 还让她出尽了风头 拿到了太后的金钗 石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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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身至极 直破了徐贵人的阴谋 谁也没有给说 自己偷了换猪 所以郑前 没来的地向娘娘禀报 还敢狡辩 郑前不敢 石劫鱼 石劫鱼 很好 怎么不发现 是个对手 刚刚掉了几本书来着 回娘娘三本 那就刺三针吧 娘娘 娘娘饶命啊 我错了娘娘 饶了我吧 娘娘 都是死人吗 这么吵听不见吗 娘娘 娘娘 你贵人别害怕呀 就三针 牛牛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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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前段十日中毒 本宫未曾照料 还请妹妹别怪姐姐 曾经 多谢贵妃娘娘 还着 明日就是中秋宫宴 本宫特赐 南洋上贡的玫瑰水粉 送给石劫鱼 恭贺她 敬畏之喜 请妹妹送答 本宫依妹妹 姐妹情深 本宫与妹妹 妹妹在贵人之位 待得实在太久 此事过后 本宫定会 在皇上面前说一说 敬妹妹 节鱼之位 神倩 谢娘娘 里面确实拆了微草粉 一旦接触到皮肤 不出半个时辰 就会起氧无比 会烂流浓 你为何救我 为何不救 姐姐与我 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可是 昔日贵人一副历节鱼 自然为他马首是瞻 但如今 姐姐昔日依靠的贵人 现在缺要你的性命 难道现在 还想与他们同坐一船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怎么没的 你当日那般相信令节鱼 他是怎么哄你吃下 那碗马尺献甲鱼汤 差点让你命丧红拳 贵人 良情责目而弃的道理 不需要我多说吧 你是让我 说一个小小的节鱼 一个小小的节鱼 便可保你性命 他这是想借你的手 断我的路 你想好怎么办呢 他不就是不想让我去参加 中秋公宴吗 我不去就是了 或者说 换个身份去 今日 中秋公宴 各位爱卿 无必拘束 多谢陛下 陛下 终求安康 皇上 臣妾许久 与母亲未见 想与母亲说说话 母亲 你可算进宫了 你都不知道 女儿快被别人欺负死了 对了 爹怎么没来 东国使臣不日进京 你爹正忙着 是谁如此大胆 竟敢给贵妃委屈受 今日可来了 没 他谎称病了 故意不来 引陛下担心 贱人手段竟如此之多 下次让我遇见他 我非好好教训他不可 还是娘对我最好了 娘 我先回去了 狗贼云家 瞧瞧民女杀我 让我杖死 我要杀了你 狗贼云家 强巧民女杀我丈夫 我要杀了你 你要刺客 我家 大男 竟敢在宫中行刺 贱人 竟敢欺瞒本宫 这位夫人 你没事吧 没 我 母亲 母亲 母亲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传太医 大胆刺客 竟敢在宫中行刺 拖出去 林智 皇上姐吗 他刚刚 说了一句话 是 跟宫家有关系 大胆 大殿之上 竟敢诬陷本宫母亲 师姐宇 不会是你找人 来诬陷本宫母家的吧 陷害 民女赵田 已是人父 可半年之前 云金倒在街上偶然见我 便当街抢人 将我在校楼之中侮辱 舅舅 我丈夫得知此事 报官深渊 可谁知云家 云家竟直接派人将我丈夫当中斩杀 我投告无门 便只好顶了童村妹妹的位置 混入宫殿 你说我陷害 我恨不得让你们死 就是你 平日里灌着你的好弟弟 让他无作非为 你们云家手上的人民 何止我家一条 何有此事 皇上 绝无此事啊 金斗平时 也就是豆豆圈圈 怎么会做出如此上天爱礼之事 姑娘 你是受何人指使 要在这大殿之上 冤死云家呀 证据公子皆在我怀中 皇上皆可察验 你们云家 可真是难道不听啊 皇上臣妾敢为母亲和舅舅担保 只是今日大劫 皇上切无怒怒 也千万别只听一人致辞 此事 交由京兆福尹 大理寺何办 郑青 不可徇私往往 必给百姓 一个满意的答复 微臣领旨 王与堂 此人 就交给你严加看管 但此案了结之后 再酌情处理 今日刺杀一案 是 谢皇上做主 太医在偏店 你先去处理伤口 再来陪朕 你恨他入骨 为何还要救他 若今日田儿 真的在大殿上将他刺杀 我所做的一切 才是真的白费了 只是我以为皇上 会至少下令朱砂云惊动 没想到 双贵妃 终究还在 皇上与她 是自小的情谊 好在田儿的冤屈 终于得到重视了 至于刺杀一事 我再向皇上求求情罢 我再向皇上求求情罢 莫太医 无诏不可入内宫 住手 住手 正前 哟 这不是刚刚出了好大风头的诗节语 住手 快住手 他是苦主 案子很为神 你不能 刺杀之罪 这样算便宜他了 人去乱葬岗吗 怎么敢 一个无名无姓的狐女 本宫有什么不可 而你 一个小小节鱼 竟然敢对云家下手 谁给你的狗胆 听双尔说 你是临城之府的女儿 姓江 你和元兰镇国将军府的僵尸 有何关系 怎么 你怕了 怕我是那位被你害死的故人 还是怕冤魂索命心虚啊 放肆 我现在是宫女的嫔妃 你一个臣妇在这里以下患上 你到底是谁 国公夫人以为我是谁 我就是谁 尹尸 是我 你奈我 尹尸 那个傻子 是我 你奈我何 不可能 他就是个傻子 不可能逃出火海 不可能 我说了你又不相信 我不说你又在这怀疑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救救救救 室儿 室儿 舅舅 宝宝师 姨娘说了 一定要确保死赶紧 再借她一遍 姐姐姐姐姐 我们来玩捉蜜蜜 千万别出声 我们去一个阿娘找不到我们的地方 杀了他杀了这个妖孽我就在这 国公夫人自便 双贵妃现在喊人的话 你们杀人的事可就藏不住了 二位妹招什么急呀 咱们来日风 不成 哎呦师姐于是去哪了 我不是找他师姐呢 你们几个去那边找找 小五 你到底在哪 娘娘 凤轮春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 不管用什么方法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永恩公 施节鱼 噓 解鱼手臂上的伤 可好些了 谢华尚关心 太医已经细心包杂 起来吧 你为什么是他怎么可能是他 陛下 你似乎和那日相见时不太一样 陛下 妾身在幼年时生过一场大病 有时做事没有分寸 当日在镇国将军府冲让陛下了 还请陛下恕罪 陛下去哪儿 你既入宫 朕 定会护你周全 以后荣华富贵 想知不尽 至于其他的 朕暂时没有心思 可今日是洞房花烛 陛下 陛下 娘娘 养心殿那边 施节鱼 还没有出来 第一次事情 就留下他过夜 堂堂贵妃 搬家多年 让我至今都是完璧之时 生下皇子 才能做皇后 可他不碰我 要我如何生 娘娘 此来愿怪之业 不可让他死 今日他早在死 陛下 陛下 贵妃娘娘派人传话说 不痛不止 希望陛下去看看 上太医去 你还是去看看吧 贵妃今日大点遇刺 肯定受到了惊吓 你舍得然去去 贵妃身体抱恙 臣妾 可不敢阻拦 还是事儿体贴 行 那朕去看看 在这儿等我 不许走啊 嗯 去吧 你你是何人 你就是永文公 施景瑜 是我 有人托我群信 外面的宫里太多都已 已准备受死 确实 是赢家 还是双贵妃 好伤身 怎么都倒了 侍卫 护驾 侍卫呢 姐姐 万幸万幸 老龙以为要刺客 将我那些偷懒的奴才 统统斩杀 哎 是 皇上 你怎么回来了 贵妃娘娘没事 不过是吴冰山淫罢了 朕说过 今夜定会回来 那我给皇上更衣 山条药女和出轨 风和脸 这一小时都办不好 要你有何用 给我狠狠的打 要不说他们两个上辈子约好了 做姐弟呢 你看 连胎记都一模一样 是啊 服务员真是好福气 嗯 从前 你不过就是一个虎姑 要不是我 你怎么会有机会 站在我爹 云辉将军面前 我才有机 你不是人家 哼 知道就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这次还是不能得手 别说不将你不将 就连你这天小命 还保不住 你死 怎么会没死 你出宫前说 会派死侍过来 既然是死侍 怎么可能会失手 娘娘 哥瞧一会儿 死侍落网了吗 没 皇上怎么说 皇上只是说 加强巡防 并没有其他的动作和安排 昨夜 皇上还在本宫之 养心殿 并未有安慰守护 死侍怎么可能会失手 许是 许是皇上走得急 那人还没出手 皇上 你这是在讽刺本宫 留不下皇上 娘娘心怒 奴婢不敢 却把李贵人喊过来 就说本宫头头 需要他来试集 这云锦上绣的 是本宫最爱的牡丹 却被奴才们不小心弄破 听闻妹妹的绣工 堪比扬州绣娘 故而喊妹妹过来帮忙 还请妹妹费心 妹妹不会又是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若是再将本宫的话 当成耳旁风 姐姐当真就伤心 人家不敢 妹妹这声音 怎么轻着发抖 是不是冷了 还不快给贵人 作满几个炭火来 要是将妹妹动着 本宫要你们好看 是 贵人 还不谢谢娘娘 您倩 谢谢娘娘关心 继续绣吧 若是不能将这朵牡丹复原 你知道后果 娘娘 她又出去了 去跟着她吧 碧桃 碧桃 怎么这个时候来找监鱼 监鱼现在正在陪嫁呢 有什么事情 李贵人被双贵妃 罚在太阳底下绣花 四五个炭火盆 就算不中熟 被炭火烤着 也得烤死了 这么热的天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 我找机会跟简鱼说 大理寺少卿王玉堂 参见陛下 微臣今日特此前来 送有关五女赵田一案 结案文书 查清了 是 扯上来 无告 赵田是因为勾引云金董不成 所以无告 是 此人见事情败露 已在狱中 畏罪自己 雪是太后养的狸猫 不用管 此次无告影响极大 京城内对云家议论不止 想必贵妃娘娘欲体难安 臣担心 边境帝国屡屡挑衅 余辉将军心系家人 误了国事 朕知道了 是 是 皇上恕罪 臣妾 刚刚闲着无聊 觉得这花瓶好看 想拿起来玩玩 结果就 你来说说 这罪 该怎么罚 皇上 想怎么罚就怎么罚 臣妾这一小小的女子 哪里敢反抗 这哪里舍得 有什么舍不得的 这后宫嫔妃众多 皇上今日访了臣妾 明日 自然会有新的家人相伴 后宫家里三千 朕 只赢你一票 不信 昨日是请 留宋养心殿 今日半价于厨房 你去问问其他嫔妃 谁跟你一样 臣妾 当然知道 皇上带臣妾是极好的 可是 这专宠一事 臣妾不敢 那你想要这怎么做 去双贵妃哪 双贵妃 独掌六宫 又受宠多年 虽然是不会与臣妾这一时 紧紧计较 只是后宫嫔妃众多 皇上应该 与陆君瞻 比如呢 比如 吕贵妃自小产中毒之后 都没有见过皇上 臣妾与他同住一宫 他对臣妾事实照料 我见他日日伤心 实在是不忍 要不 皇上去看看他 臣妾自入宫以来 并不十分顺遂 只有皇上和吕贵妃 对我百般照顾 你呀 醉事心软 好吧 我答应 娘娘 我错了 参见皇上 你们这是在作甚 太监王羲与李贵妃 白日偷欢 贵妃娘娘命令奴才们 惩治奸人 统奸 与太监 是 皇上 这个时辰 您怎么来了 朕若是不来 还不知道你宫中 就会发生如此荒唐之事 臣妾是想 从此事了结 再去禀告皇上的 没想到 还是晚了一顾 让皇上发现 自得龌龊之事 李贵妃 李贵妃 你怎么样 双贵妃 你是在这 掩洗宫 动用私刑吗 师姐于何时管起 本宫宫里的事了 何况 你哪只眼睛 看见本宫私自用刑 太监本是挨了一刀子的废人 何以背上通奸之名 哪怕此事不是由贵妃捏造 为何不交由慎行司提神问责 要您在这亲自动手 你 够了 陛下 李贵人和王喜 捉奸在闯 是沿洗宫 所有人亲眼看到的 此时龌龊至极 害人听了 臣妾实在不敢走漏风声 想直接处理了 再秘密告诉陛下 以免毁了皇家清狱 捉奸在床 整个阎喜宫都是你的人 你一句吩咐下去 谁敢不听啊 师姐于的意思是 本宫吩咐全宫人 犯欺君之罪 无限区区一个太监 想来师姐于 唱着皇上的恩宠 有些恃宠而交 可以理解 但阎喜宫 是臣妾的宫殿 臣妾如何料理下人 难道还要看 师姐于的脸色不成 你 皇上 站着一触即发 臣妾外祖在外征战 在内 臣妾父亲引国公 也是处处为朝廷尽兴 臣妾不管做什么 也都是禀臣家教 一贯是为了皇室啊 皇上 臣妾不是对贵妃管教奴才 指手画脚 只是贫妃与太监同检的奇闻 实在是荒谬至极 所以多了几句嘴 起来吧 李贵人 你还有何话可说 臣妾从未做过愧对陛下之事 更不曾与那太监 四强叔叔 你们二人在西偏殿里白日轩鱼 现在床上还放着你肚兜 和那燕人的贴身衣服 感到本宫冤枉你不成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皇上 西偏殿发生了一件 老奴尽收眼底 老奴向祖宗启示 娘娘所言 句句属实 娘娘心善 见到事发 只是将那阉人拖出去问行 而后又将李贵人 小心请出正殿 想问得清楚 没想到 李贵人这事情闹大 竟想畏罪资金 说不是老奴几个人 眼疾手快将他救下 娘娘这公爹恐怕 要被这种人玷污了呀 陛下不相信臣妾 没有关系 只要保住皇室清余 臣妾受些委屈也无妨 那你说 该怎么处置 如此淫乱之人 自然是相恶生息 皇上 若他二人这辈子死了 那他们通见的罪名 就算成立了 陛下别忘了 扬州最多理 古尚也曾配想太妙了 那施节语的意思是 皇家要忍下这个武器 一个无凭小官罢了 即一的意义朝 皇上 若李贵人因此被刺死 那李家在太妙的牌位 也肯定要被拿下来 真是 朝廷上肯定少不了 一阵腥风血雨 还请皇上 三死 李贵人犯了失心风 即日起 游进冷宫 至于那个太监 那个太监死罪可免 活最难逃 太监是没有根的东西 谁知道以后 会不会宣扬出去 就将他舌头拔了 拔他去圣行司当中 如此也好 免去日后的麻烦 也好 娘娘 您就别伤心了 太医已经去医治了 想必王喜 必然会平安无事的 只是那个双贵妃 实在是太难对付了 我们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算了 那这些日子我们受的苦 岂不是白受了 在处理云家之前 还有一个人要先处理 谁 拜里斯少妻 王玉腾 哎呦 要死啊 这么简单的活 你都干不好 真不知道 你当初是怎么在 延禧宫当差的 怎么连个夜香头都提不好了 还不赶你把这打扫了 一会儿啊 耽误了大家伙做事 你有几个脑袋 这全是金汁 扫法怎么扫得干净啊 你给我用舔的 怎么 舌头没了 耳朵也拢了 让你舔干净啊 哎呦 欺负谁呢 谁 哎呦 是杰鱼娘娘啊 您今儿怎么屈尊 来我们这阿萨之地了 刚才是你让他舔干净的 回杰鱼娘娘 这小太监啊 是新来的 不懂事 我想好好调教调教 没别的意思 是吗 哎呦 哎呦 娘娘饶命啊 娘娘 娘娘饶命啊 娘娘 哎呦 哎呦 你把这打扫干净 再去那边跪着 月初之前 不许起身 奴才遵旨 奴才这就去打扫干净 还不可许 哎呦 哎呦 对不起 你再忍些时日 我一定找时间 让你接出来 哎呦 别这样 不脏不脏不脏 不脏的王兴 真狠狠 一探污你血气 你比那些人要干净多了 你放心 恶蛇之仇 我一定替你报 我已经禀报了皇上 说你那日 惊惧过度 这段事 需要休息 无法拾起 陆夕 王兴断舌 想必 我再向你回头 你会更不愿意的 师兄知道就好 可是 双贵妃 手段毒了 眼睛也尖得狠 王兴在他身边 隐藏了那么久 还是被他发现了 眼下 他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不知道 接下来 不停 对付你 没把握 也要拼个你死我活 师兄 我想出宫 云家的债 我亲自到 今日某时出宫了 是 到底是皇上恩宠 看他家偏远 无法省清 就赏他自个儿出宫逛 殊不知那个贱人 母亲早就死了 家事都是假的 说到底啊 皇上还是最器重娘娘宁的 娘娘只要随便出手 无论他如何求 皇上都帮您 拿下了王兴那个叛徒 和那没用的 李贵人 那是自然 本宫与皇上 是年少情义 给家里送信 上次没有办成的事 在宫里不方便 在外面 估计有办法 小娘子 你是哪家的小娘子呀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呀 官人尖略 月光红眼 冲撞了官人 不打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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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娘子 小姐 你上钩了吗 那是自然 哎 哈哈小娘子 我们也想请你喝一杯 汇聚楼 有请 你们也 尊姓大名啊 并非无名小卒之辈 必能让小娘子 满意 连名字都不敢报上 还说什么无名之辈 无家户飞的东西 让开 哎 小娘子 你还是乖乖跟我走 这样 咱能落得体力 再惊讶 我们也看上来 哎没有人好到 这不是在云家师爷 云家怎么会有进去你 我的宫位啊 云家 云归将军的云家 小娘子既然知道了 那就请吧 哎 你们要干什么 我可是宫里的人 宫里 宫里没有你这种角色 我怎么没听贵贵娘娘说起来 宫宫贵人 你有几个脑袋 带走 哎 你们要干什么 翻开我 你 事件于人呢 事件于命令我们不准回到 大概这是摊花 我们再找找 姑娘 你有没有看到大概这么高 带着面纱的姑娘 带着面纱的姑娘 刚刚被云家的人掳走了 什么 小娘子 小娘子 果然是位绝代佳人 让大爷好好疼疼你 滚开 脾气还挺倔 没关系 爷不就喜欢你这样的 来吧 他出宫了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夫人 干什么 高门大院里 晃晃晃晃的像什么样子 外面的人都在传 四爷云禁斗 拢走了宫里的贵人 这话要是传到黄色耳朵里 我们临家可就要大难临头了呀 那小的去云将军府送信 让他们把人放了 不 他已经落到我们手里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云 不管他生事如何 我们云家再接难逃 你赶紧把他杀了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云府 是 只要他死了 一切好处 做成山匪结杀 或者是 干脆找个死囚寻定罪 来吧 小娘子 你躲什么呀 你别躲 让爷我好好疼疼你 我 我说你谈你是不是疯了 知不知道小爷我是谁呀 我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云家窝囊废 云竟云斗了吗 你 你竟然还敢骂小爷王 你骂什么了 我不仅骂 我还要打你 狗东西 你 来人 你 死 死 把你扔在窝里 才一百遍都 扎不赶你脑子里的水 死爷你没事吧 没事 你家爷 太生猛了 是这样不打扰二位了 等等 你家爷说这样太无趣了 他呀 想再多加一人 哦 我这就去请王二爷 王子 你别怪我 谁叫你爹是王玉堂 你不怕我 你要是想杀我的话 上次在宫中 就不会放过 为什么要这么做 哪样 你明明有能力可以投递 为什么要给他入府 又为何要匡骗王者过来 因为他们都该死 快住手 快住手 绑架宫中妃嫔预行部 别过 是这 享有军权的边境将军家属 刺杀宫中妃嫔 喝醉 谋反 诸九卒 至于王仁呢 他手上的孽也不少 我本来不想拉他下手 人家的父亲王玉堂 为了保他 替他引盖你 可是这样 你的名声 我会受死了 上次我就想问你 为何不杀我 你似乎 你关心了 不是 我们 是不是在哪见过 你认错人了 芸芸娘不会放过你 小心点 等一下 小五 你不想认我吗 小五 我是姐姐 你认错什么 自从上一任国公夫人去世之后 她云氏就成了新的国公夫中 因云氏渐渐势大 整个京城所有人都只知她是国公夫人 但从没有人叫过她云姨娘 可你刚刚 你刚刚脱口而出云姨娘 可知 你是国公府救人 你走的匆忙 来不及回望 你 说谎 是谁打翻的 是我 娘 是我 是我打翻的 不关姐姐的事 反托要打手说啊 滴滴说谎坏坏 打屁滴 我让你说谎 我让你说谎 你去 你去引开他们 我以为你死了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都是云姨娘的人 正在分身 眼看就要找到我 我之后找去 姐姐们一个 没想到我刚出去 我身份 就把我抱紧 武山派 外祖父的结拜兄弟庄爷爷 武山派解决掉 云姨娘的那些家庭之后 我再去寻你 又找不到你了 我被神医骨带走了 阿杰 王二爷来了 王二爷来了 小娘子 怎么一个人在这哭 云姨爷没把你照顾好吧 你别害怕 我呀 跟他说 我呀 会很温柔的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 好好好 你别冲动 这 可是云府 你就算是死了 这消息也传不出去 干嘛 已经丢了清白 何必 再丢一条杏 只要你乖乖服侍我 把我服侍舒服 我定会在云四爷面前 替你美言几句 到时候 就算他云家不要你 还有我王家呢 怎么样 把刀放下 只要你乖乖从了我 我保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这是干什么 连好赖话都不听是吧 他说你就是一条捡他剩菜的野狗 你拿什么保证 你说的话他会听 什么 四爷说了 平日里你跟他撑星道地 实际上你就是给他擦屁股的一条狗 就连你的夫人都是他玩剩下的 不要了 送给你的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什么从而你就有荣华富贵 都是假的 你在云四爷面前 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他根本就不会听你的话 他那头非诸敢这么说我 哼 要不是我王家替他擦屁股 他凭什么就现在还能胡作非为 我夫人是他玩剩下的 我呸 他是不像他府里那些小妾 跪在我身边求我恩宠的时候 都是什么剑模样 哦 对了 还有他那个小娘 日日夜夜 在独守空房 不都是最后我去送的温暖 云金斗跟他那个将军爹一样 都一样是软角蛇 活着 你说什么 余四爷 我没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说谁是软角蛇 啊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冷静冷静啊 余四爷 少他妈给我废话 尽量我弄死你 我他妈的就不姓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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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我 醒不醒 我把你徕家里点破事 全给你抖出去了 坐屁 我父亲是垠晖大将军 我外甥女是当初最传胊 没有我员 我没有他那个大吓 什么东西 能威胁我 你生死吧 你 把我软脚生 我弄死你 娘娘您没事吧 谁在那 娘娘还为有家 陛下 云金斗王哲二人 您争抢劫云娘娘 发生了争斗 属下赶到时 刚好看到 云金斗用剪子 刺下王哲的胸膛 王哲当场身亡 那云金斗还口口声声地说 说什么 说没有他云家 就没有大侠 陛下息怒 火车息怒 火车息怒 属下在现场 还遇到以上手 杀手之行极快 姚姓偷偷 为虎娘娘周全 属下并未追捕 不过在现场 捡到一张字条 幸好娘娘 只是受到些惊吓 并未让这二人得逞 否则属下们难辞其咎 现在难辞其咎 正面好 好保护结余 竟敢与结余走散 还要云金斗这喜人 当今卢总阵的爱飞 我连出去 皇家的燕命恶在 属下 属下吃醉 割灵武士军棍 谢皇上 至于你们云家 这是在挑衅黄泉吗 陛下 云家不敢 云家不敢 陛下云家不敢 陛下 舅舅是被奸人所害 请陛下明察 是 小的是被奸人所害 是被冤枉的 冤枉 满大街都看到你的人 掳走了朕的尸杰鱼 朕的安慰 亲眼目睹你杀了王哲 你有何可怨 陛下 平日里 舅舅舅与王家二爷走得近 王哲 吃喝嫖赌 无恶不做 都是舅舅 看在发小的份上 替他遮掩 之前 舅舅用舅舅贴身家丁 没事混个三五两白银 也就算了 没想到 这次竟然如此大胆 用舅舅的人 帮走了施杰鱼 舅舅听闻此事 就将施杰鱼请入府 想好好安置 再送回宫 没想到 王哲监四脉包圈 赶来云家抢人 所以舅舅 才与他动了手 陛下 舅舅是被冤枉的 是 陛下 胡说八道 贵妃莫要欺我小儿一死 不能替自己骗击 会将所有脏水拖到王家头上 这么多年 王家替云家掩盖的罪行 贵妃心里难道没有输吗 王大人 切莫因为过度伤心 就胡言乱语呀 本宫外祖虽远在边疆 但国公府还在 若引国公见本宫 受如此大的污蔑委屈 并不会措施不管 贵妃休要威胁老臣 老臣独子已死 没什么可怕的 陛下 老臣长此造谣 家中仅剩王者独死一人 老臣爱子如命 今天就算搭上老臣的性命 和多年的名声 以后为爱子讨回公道 这是近年来 云家命老臣 为他们掩盖的所有罪行 往来书信和证据 坚信录在此 请皇上明察 请皇上明察 你以云家干的好事 你自己看 哎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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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双贵妃送回延续宫 我掌除了你的错 陛下 陛下你饶命啊 陛下饶命啊 家父要在叠关挣扎 求离开他江户的份上 你饶少人一命吧 陛下饶少人一命 明辉将军 还没那么大的面子 今度 当街如宿宫中嫔妃 并履履在民间 上上几位 从抢名女 展立决 陛下饶命啊 陛下 陛下开恩的 陛下开恩的 陛下 王玉堂 臣在 你虽告发云家有功 但你替云家包庇追 滥用职权 你而虽死 却并不顾一刻之罪 臣 知罪 大理寺少卿 为官不正 但 念其悔改有功 朕 老你命 汉王玉堂 流放三千里 起家卷 称作官奴 即日执行 臣 陷 怎么办 王玉堂那个老公子 不要命了 灭了整个云井 你说 皇上会不会迁怒本宫 也是那个贱人 定是他吓到 吓到本宫 皇上口谕 贵妃截止 皇上口谕 近日事多 双贵妃身体包养 无法全权料理后宫事物 无声施决于为妃 封浩良 并自全权料理后宫事物 亲子 贵妃娘娘 奴才还要去有恩宫宣旨 奴才先告退了 这人 皇上 皇上这是迁怒本宫了 快 快去给娘传信 让外族速速回京 娘娘 李贵人从冷宫街出来了 他正在电位等候 说要向娘娘道谢 这段时间 他在冷宫受苦 你让他好好在中岁宫养着 本宫自然会去看他 李贵人说 有事想跟娘娘禀报 你刚从冷宫出来 怎么不好好歇着 若不是娘娘抱臣妾一命 臣妾孤寂 早就惨死在冷宫中 你我不过是合作罢了 双贵妃欺负你 也都是因我而起 我保你是应该的 你不必信我 不是的娘娘 臣妾母家 不过就是个五瓶小怪 根本就没有祸重可能 我之前有深怨 因为我给皇上下了 要不得来的 没想到母兵自贵 没想到皇上更加厌恶我 这双贵妃又对我百般折辱 皇上从来不过我 若非娘娘保臣妾一命 臣妾如今 可能早就已经密散皇权了 你竟敢给皇上用药 只要是起 就有还上龙胎的机会 你说你何故如此 惹得皇上厌恶 双贵妃针对不说 自己小产还伤了身子 不是这样的娘娘 皇上 从来没有让我试过情 确切来说 从来不让任何人试情 所以这后宫的嫔妃 绝无坏上龙胎的机会 你说什么 娘娘有所不知 皇上继位已来 每每招人事情 都是刺一碗汤要下肚 贫妃昏睡两个时辰 悠悠太监 完好无损地抬出 那 她怎么跟我 此事 乃是后宫的绝密 所有的嫔妃 都心照不宣 没人提及 直至那日 臣妾提前吃下了解药 并没有昏睡 我给皇上下了 秘情香 这才有了深渊 我本以为 回上了龙胎 皇上哪怕再厌恶我 也会看在皇子的份上 伤我一个尊贵魏妇 从此我在这后宫中 也能够有一席的 隶俗之地 我不曾想 她竟如此厌恶 让双贵妃百般折磨我 害我消产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切莫再伤心 起来吧 娘娘 你日后 一定要小心双贵妃 那双贵妃与皇上 年少情义 无论双贵妃 做什么事情 皇上都是睁一只眼睛 闭一只眼睛 年少情义 若双贵妃与皇上 真的情义深重 那她怎会跟 其他妃嫔一样 至今未有身孕 陈杰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 她是因为一块玉佩 入宫的时候 便是妃卫 玉佩 是 是一块玉佩 我也是偶然 在双贵妃宫中得知的 那块玉佩 是否被四爪龙闻血玉 娘娘怎会得知 这双贵妃 将这玉佩 视为珍宝 从不轻易是人的 被她锁在百宝箱中 我也是 也是有一次向她请安 偶然看见的 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 原来如此 娘娘 王喜不肯出宫 所以 奴婢按照娘娘的旨意 将她从内务府 要了过来 那日欺辱 王喜的太监 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好 有你们在 我很安心 娘娘 您这身子还是乏得很 要不 再传穆罕太医过来 给您看看 不用了 明日吧 今日 陪李贵人说得久了 腰疼得厉害 实在不像见人 是 谁 小五 是我 你怎么来了 云辉将军带着重兵 五兆回京 已经被皇上安慰贪治 云家 彻底完了 至于尹国公 估计也 他轻信奸人 害娘亲惨死 我早就跟他恩断义绝了 不过 你要是跟他 还有感情的话 我愿意放他医马 不 和他亲手杀害母亲那日起 他就不再是我父亲 此次前来 也是想听听长解的一切 既然我们相互一致 那 一起继续 继续 五兆回京 还带着重兵 他这是想谋反吗 皇上 息怒 这云辉将军在边境称王已久 生出对皇家取而代之之心 你无事不可能 他若是在边境安分守己也就罢了 居然打着朝廷的旗号 撕开忽视 联受民财 免贱如常 民不聊生 这老百姓告状的折子 真的勉强了 朕该如何容他 疯了 你 带上一万精兵 我还在京郊 他要是出现 立刻让他一交军权 若是不肯 也就地斩杀 是 皇上 臣 还有一事 说 臣要谈话 民国购物的东国使者极尽缠卫 撕开皇家园令 任由东国使者为例 并且亲自招募家人 接待东国使者 风流应时 百姓皆知 身在前日接获东国使者 上面不仅有皇家园令的鱼图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大厦在东国的所有钱庄的地址 岂有此理 这个尹国公 竟然敢叛国 皇上 据臣所知 这东国使者 以大厦在东国所有钱庄为交易 让尹国公放任东国使者 在京城秘密调查 此事 是五山派将证据一一递就起来的 五山派 这么看出朝廷的动向 五山派 乃民间第一大派系 人脉宽广 所行之事 本不涉及朝政 但新任主持胡杰省日之后 敏阳言 危及大厦安危之事 大厦百姓 皆辟负隐则 于是意图谋喊 朱景如 英国公剥夺爵位 权腹剩下 流放长度 英国公五于府中 为罪此惊化 永恩公派人传话 说梁飞 说梁飞 腹中胎儿 即将不保 说什么 梁飞有喜 谈冤 为何不忘 今日梁飞身子不适 太医给梁飞请平安脉 梁飞 世儿 世儿 梁飞如何 皇上 幸好娘娘身体一向康健 及时轻毒 已无大碍 否则 否则 此流入肺 不仅胎儿不苦不说 甚至 甚至连摩提也要消枉 到底怎么回事 娘娘怎么会中毒 娘娘今日身子困乏 每日都需要喝些 提金气神的补药 都喝了好几日了 一直没有什么异样 可是 今日小厨房 发现了一个脸上的太监 就腰下了手脚 当奴婢反应过来的时候 娘娘 娘娘已经将药喝下了 太监呢 皇席公公已经将此人拿下 正在门外跪着 把他给朕带上来 抬起头来 太急 双贵妃让你吓得多 不关娘娘的事 是 是奴才自己看不惯良妃 把她拖下去 杀 皇上 皇上饶命啊皇上 娘娘 你已有身孕 明知此药有毒 为何还要以身实险 既然尹说想送死 我何不成全她 娘娘 毕桃 这是最后一次 这是达到她的最后一次 不能退缩 娘娘 爽 让她过来 你能在这就去 你外祖在外独揽军权 不遵皇命 你父亲以国公 汉国投敌 你 蛇蟹心肠 我此家还诸多嫔妃 如今更是要谋害皇嗣 朕带你不保 为何你一家人 都如此的狼心狗肺 狼心狗肺 淳飞在宫中 传播你不能人事的流言 毕竟以父亲贪污毒质 李贵人给皇上下毒 我料理他们 不是真和皇上心意吗 我外祖在外征战多年 保卫大下 我父亲在皇上正确实 倾尽全力 如今天下安定 朝堂也稳 皇上就说我们狼心狗肺吗 到底是谁狼心狗肺 你说 起飞无分 电脑黑白 朕姓 念在你陪伴多年的份上 让你以结余的身份 在宫中安稳度过这一生 现在可能也是大可不必的 既然 你对朕颇有怨言 那朕就留不得你了 臣妾母家 出九族 皇上代不知还要臣妾 宣出龙安吗 皇上口语 念双贵妃 陪伴多女 朵朵冰是二十五号 寺冰是五十七 我女儿是贵妃 谁敢让我死 皇上圣役已决 为此为此 于是 结断大家 追逐 不可能 不可能 不 不 这 这是你一家可不愿人 最不愿人手上 将国公府烧了 圣上之一 不留佛口 尹师 林家也是你的母家 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生父 如今你生死非害 你还要再杀父丑人 身陷为全成人呢 你是那个贱人 你不可好死 本座拿了你的玉带 剩了你的孽 这一切的伤害都是你的 本座的今日 都是因为你 是你 臣妾 欺君之罪 罪我可恕 先陛下 朕找了你许久 找了你许久 朕过将军府 全府含冤而死 先陛下替将士 报仇血恨 尹姑姑 他该死 皇上 臣妾当日入宫 虽然有不得已 但终究是犯了欺君之罪 这些日子 和陛下相处得很开心 臣妾虽然是真心的 但初衷 终归是不蠢 臣妾生下龙胎之后 自清离宫 到新皇陵墓守陵 你年少时 就不太聪明 怎么到了现在 脑子还是这么不灵光 如今还了龙胎 皇后之位 非你莫属 朕不许你离开朕的身边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除了 不太聪明 年轻工 万年轻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